换句话说 军门人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旅客来 但是现代的民进党显然 不想把这个credit 也就是这个信用给金门了 所以民进党就和金门看产生巨大拉局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两岸 最重要的沟通销量 其实是从小三通 那么这个小三通 最近的地方 其实是金门跟厦门之间 如果你从五通码头到水通码头之间 事实上这个直线距离 就仅仅只需要23公里 老实讲23公里一座桥 要修建起来 其实一点都不难 以两岸的工程能力 特别是大陆工程能力这边 真的是十分的不太艰难 应该说相当的容易 那么如果两边各修一半的话 那情况就更简单 不过目前为止还没说好 到底是怎么个修法 可是两边有一个沟通 其实对于两岸的沟通真的很容易 因为你如果不是只坐船 而是能够有个沟通两岸的大巴 其实简单的 就可以每天用巴斯来往返 意思是说 目前为止其实都是开船 大家知道船的这个周级时间 事实上是有限的 以前来说 就是2023年3月以后开始 事实上一天各只有去五班 回五班 那么就两岸的沟通来讲 特别是厦门跟金门来说 这在需求上实在是不太够 大家都得先飞机 飞到金门去以后 而且还要算好时间 必须在开船前两小时就要到 这才能够构成 这个船票上的有效 这当然给了大家很多麻烦 如果说随时都可以搭大巴 比如说每15分钟一班 因为事实上大家知道 一座桥如果是23公里的话 大家保持时速 六七十七八十因为都是直的嘛 其实真的还可以每15分钟就一班车 而且它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其实只需要汽油钱 如果开了还不是汽油 而是充电的这个变气的大巴的话 那事实上就更简单了 那由于是只是沟通这个金门跟厦门 所以如果它开的是这种充电式的 也就是说它不是吃汽油或柴油的 那情况其实是非常容易控制 因为它知道充电点就在什么地方嘛 而且我说了这个桥顶多也有了二几公里 那么当然了 它其实成本可以降得非常之低 因为它有多岁还不必交 这就使得整个金门有很大的想象 而且有很大的动力想去推动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金门县 它就形成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就说 能不能大家在这里不要再讲蓝绿了 或在这里不要再讲统合土了 就好好的做两岸沟通 这使得两岸的神经就可以和缓下来 于是他们就说 能不能搞一个就是非军事区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不讨论是与非了 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构想 因为呢 因为有一个缓冲地带 十二两岸呢 就能够有一个好的向前发展的空间 也就是金门 或者说整个金门列岛 因为所谓的金门大家知道 不只是一个金门 它最主要的岛屿有大金门小金门 那还有比金门再更小的一些小岛屿 都算是金门列岛 而且是数十干岛 上网去稍微查一下就晓得 这宋斯科岛其实数量还真不小 称之为金门列岛 不过我们知道大小金门呢 是最适合人居的两个岛 这两个岛加总起来目前呢 常态性居住的人大概是六万以下 而户籍在上面的人大概是十万以下 但是呢你如果观光客再进来呢 他实际上同时间可以招待人啊 也就是说制衡在上游啊 居住同一个时间哦 大概可以有二三十万人 当然哦 这就使得金门列岛啊 他建设的非常的完善 大概你看金门列岛的规模 其实和台北的松山机长是差不多的 换句话说金门人当然希望啊 有更多的旅客来 但是现在的民进党显然不想把这个credit 也就是这个信用啊给金门啊 所以民进党呢就和金门产生巨大拉锯 当然现在民进党占据的是整个中央的预算 中央的组织中央的政府 如果啊他们意识不肯 金门当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金门等于啊 是在这边呢 不住的那海 那这时候国民党应该要伸出援手 我们目前也还没看到 国民党是怎么样的在这里推动 两岸金门大桥的建立 这真的是犹待努力 犹待加强 感谢您收看